在这里我们看看2021年level5的考生表现事例 这一份是中文应考的paper2a会计算收的卷 我们先看看考评局对这一份卷的整体评语 重点的字眼我已经是highlight了 其实没有highlight的那些 简单来说就是赞这位考生做得好 都有认识做对的东西 那就不特别说了 就等于他做得不错了 那他有什么做得不理想值得提一下呢? 首先这个第五题 第五题他这么说表现良好 为什么都highlight他呢? 但是B步就有点问题了 因为他说虽然有根据特末要求去做个报表 不过未能够组合消货成本 期初存货、期末存货这几个数字 去计出个正确种 这个其实都是挺可惜的 因为在不完整会计记录这一课里面 这一课都算是考得相当之多 只不过可能我们比较习惯 去做一个选页表的格式 去逼数字出来 来到这个可能相对陌生少少的 报表形式的考法呢? 就导致有些失分 然后其余的部分 他很多都说是表现优秀的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这位下落生表现得不错 那我们都回到他上面了 那我们看看他每一题的分题表现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或者需要注意 那先讲第一题 有写答案 然后部分的项目 可能深一点的 他都有写一个损失在这里 不特别多说 那是做得好的 第二题呢 一个银行存款帐的更新 和做银行往来的资表 即是Bank Rat 我间线间了几个位置 就是这些位置 那其实是做什么呢? 其实这些呢 就叫做一些 我会形容位 是多余的项目 你记住 T帐户里面 我们重点一定要写什么? 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这些叫做 帐户名称 应收货款 人名 股息 收益 这些叫帐户名称 就一定要写的 后面的红色 就是间住了这些呢 其实是一些补充描述 例如你告诉我 这个由生机有限公司收的钱呢 其实是一个太行转账 credit transfer 那这些呢 其实就可有可无的 其实你见他 这项新字看都相对算是OK 漂亮 但是如果他能够 是将本身写这几个字的时间 OK 不要写了 留这个时间去查卷 或者做下其他题目 做下检查的话呢 可能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加多的分数 所以这里就 我不是说他写了是坏的 而是大家可以想想想 怎样善用的时间呢 做一些对你的考试的分数 可能会更加有利的一些动作 OK 那下到这个 银行往来调节表 这个很有趣 我highlight了 这个呢 其实如果你跟我去做个bank rate的话 我相信你也有机会写了这些记号 就是我们叫做正负零 就是正好负好或者零 就是说究竟那一个交易 题目所描述的交易 在自己的银行存款帐 那你做了些什么的动作呢 和银行结单方面 分别做了什么动作 那大家见不见到这个间处的部分呢 减12400和0 0元 OK 其实我相信它是对应着这个箭嘴 指了这个12400的数 是一个未兑现支票 un presented checks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公司开票的时候呢 就会在银行户口扣了钱 所以这里是一个减号 然后但是所谓未兑现un presented 就是供应商呢 未拿票入银行 那在银行结单那里 就会看不到有这张票存在 所以他就写了个零在那里 做得好的 没问题 对不对 不过记住 其实这个是你的思考步骤 这些正负零呢 我都说过 考试我真的写是做什么呢 你原本写了它 但是最后你交捲之前 你拆一拆它 这个是一个思考步骤 去得出这个答案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这份东西 放出来做个考试的事例 你还见到这个working在那里 当然分子就不会特别扣的 不过还留在那里 就略嫌恶突 所以如果你自己下场考试的话 记住 有些你不想被marker看到的working 就删除了它 即是拆了它 或者逃改液 逃改大了 好 那到下面这个收入性原则 都答得理想 都没什么特别了 成本会计那题 那下苹果是赞它的 所以我都不特别多说 好 来到这个第四题了 建金保cashbook 和那个income statement 算益表 你看到我highlight了 这些位置是什么呢 其实我是highlight它的间线 OK 其实它的设序写得对的 discount cash bank 接购现金银行存款全中 叻仔或者叻女 OK 但是同学 同学 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走去同学间线 你看这里选了多少 1 2 3 4 这个T字要 5 6 7 8 哇 选多了8行线 一路选到落底 跟刚才在后面写什么 直接借记 或者太阳转帐一样 不如用这些时间 查一下卷 或者做些更加 有帮到自己分数的东西 好吗 所以这些间线 我自己一向都不同意 在考试的时候 花时间去做 其实如果你的字本身 写得漂亮的话 不会令那个marker 看得辛苦 就是不用选择 反而如果我是它 我会做什么呢 其实那些数字 都黏得有少少迷 如果我是它的话 我反而会习惯一下 不如平时 画一下比较好 100比较好 100比较好 500比较好 5比较好 320比较好 可能更加方便marker改决 好吗 好了 那这里就说完了 选业表这里 抵赞的 你看到这些位置 其实它是有写 红北不是说错 这里其实是有写到 working 有写草算 帮到自己的 那这个是抵赞的 然后期末存货 你见到 件数 件数就用在蜜色那里 成什么呢 加权平均成本 很清楚了 其初存货加购货的成本 就是这个数 放下来 除下 这个就是 其初存货加购货 加购货的那件数 所以你见到 其实这条式写得很清楚 它都不需要特意 开一个叫working one 这样去做 这个做得很抵赞的 OK 好了 那再落到去下面了 下面呢 那就去到个第五题 也是刚才说 就是下评告 也要稍微批评一下它的地方 那就是说这个报表那里 那其实它是没有做得特别好 那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计错了 那也是了 正确点计的话 可以看回我之前拍过解决片段 那这里不详细说了 那但是整体来说 也算是有一个做不完整会的意识 就是开一些账户 放一些对应的交易下去 那然后你见到账户名也是正确的 例如它在写消货 然后对销它写得很清楚 它是写了应付货款的账户名 后边才写冒好对销 又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那它整体账户名的意识是非常之好的 那这个是抵赞的 那这个就不再特别评论了 因为都和上面有一些年大关系在 那去到丙报那里 二选一 那这位同学其实同样地 都是选了第八题 那其实看回最新出版的 考评局的那个考试报告 在二一年来说 比较多人在Session C的选择 都是第八题的 都是选了合复那里去做的 那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 那第一个抵赞的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这里 即是那部分A网来帐的右边 它是没有将合复人的那笔贷款 那贷款利息 如果这些人计算了 应该放了2000元 它是没有将这2000元 放到这个网来帐里面 那是一个正确做法来的 那它在这个Sample上 它是做正确了 所以这个非常抵赞 那另一个就是它 我评论英文卷的时候也有说过 这些帐户名可以怎么写呢 分拨帐 或者叫做盈利分配帐 冒好,hyphen 接着再写回 究竟分拨帐下面 appropriation以下要做些什么 左手边都是的 分拨帐,冒好,提容利息 你看到这位同学 它很有那个写帐户名 要精准的触角在这 所以这点非常值得赞赏的 然后又写回 working 一个草算 那虽然你看到 有部份它写了一些 简称 例如利润分配 share of profits 它写了理分两个字 提用利息变成提利 但是 看得明白的 而且都是 其实叫做working 那如果上面的数据对的话 那个marker都不会特别看下面的 但是有这个意识去写working 这些东西也是值得赞 然后去到后面的part b 做回资管帐里面 它写了 我highlight了这个 这个叫做从股得益 那也是 它好就好在 它前面是有写回从股毛好两个字 否则就会零分 那我也是一句 其实这四个字 不写你一样都有分 所以 你看到这里 就夹了一点 那如果我没有写到 从股得益这四个字 就多一点点位 写这个数字 那 某程度上都是对自己好的 所以我一向都是建议同学 如果可以不写的东西 就尽量避免写 对吧? 无谓浪费自己时间了 下面也是有个从股的marking 写到给自己看 那么没问题 不特别说了 然后 变产帐这里 那其实呢 就是 都是再次去赚一赚它 很有帐户名的触角 不过绿色卡的部分 和上面讲的问题一样了 就是多余的东西可以不用写 例如你看到左手边这个 哇 我看到中文字 就是我自己曾经用中文考过 真心我觉得辛苦的 资本 务号周军是最低限度要写的东西 那他还有心情写支付变产费用呢 真是很厉害或者厉害 不过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写少几个字 让自己舒服一点 都可以的 OK 那就 大致上是 先来到这里 这个 最终结算英文叫做 Final Settlement 同样地 是可以不需要写的 项目来的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份卷 其实我整体评论会说 那个同学 很有意识 他对这些帐户名 是触得非常之精准的 那 唯一我叫做少少 不可以说批评 如果你说 要真的 鸡蛋里挑下骨头 就是说 有些东西 写得超乎完美的东西 那 可以稍微生减 留多些时间给自己去 就是可能 查卷更正的数字 甚至是 用些时间去想回 这个第五题 他本身做得 理想的东西 有机会他多些时间回去 查卷的时候 他会想到 第五题怎么做 OK